大家好 我是Data數據君 很久未正式介紹過深圳餐廳 今集我們會介紹一間性格比很不錯的餐廳 這間餐廳是維景軒 因為我太久沒有來深圳 所以對深圳餐廳不太熟悉 之後我去美團看維景軒的口碑非常好 很多人都稱讚他性格比很不錯 價錢即是$58元 就可以吃中式自助晚餐 $58元可以隨便吃兩小時 看起來幾不錯 所以今集就來試一試 我們先介紹一下交通路 約去餐廳我們是曬布站A出口出 直行就入了商場 之後坐扶手電梯上去上面 上去一樓之後我們就調頭 前面就有一個出口 出來之後就轉到右手邊 前面就是酒店入口 入了之後坐電梯就上11樓 一出來就是餐廳 因為自助晚餐就由6時開始 我大約這個時間到 那時候這間餐廳的客人就不算太多 所以我就可以拍攝整個環境給大家看一看 維景軒的裝修就跟酒店一樣 看起來會比較薄實 但坐得很舒服 另外座位就簡單好疏 其實它在四人桌上只放了一張椅子 所以大家用餐距離有這麼少遠 我之前也住過它的酒店 它的酒店跟這間餐廳一樣 都是這麼樸實無華 看起來又不是很吸引 但住下來又挺舒服 而且它的工作人態度也挺好的 現在我們看看它有什麼食物 熱盤大約有10樣東西 全部都是中式菜式 所以它應該是中式的自助餐 然後還有兩款炸菜 旁邊就有些甜品 甜品的樣子就普通一點 還有一個貴就是放了一些水果和蔬菜 另外的飲品就有三款果汁 還有一些咖啡和一些健康飲品 這次的團購就是單人自助晚餐 58元就不用加一個東西了 即是58元人仔就下樓了 好 用餐時間是6點至8點 可以吃兩小時 這條團購就是星期一至日都可以用 另外如果想加一個主菜 例如招牌牛扒的話 價錢就98元 說了這麼久 現在我們要去拿點東西試試 我先拿點東西喝 餐廳有三款果汁 我先拿了兩款 分別是克格蘭子汁和菠蘿汁 大家可以留意到一個杯子是非常小的 所以我一次過就拿兩杯來試試 菠蘿汁喝起來挺好喝的 不過它就會比較酸一點 花格蘭子汁就比較少見一點 味道也不錯 而且它就沒有那麼酸的 但我就覺得菠蘿汁就好喝一點 第一點我們就先吃煎炸食物 這三件就是雞米花 看起來樣子就像是炸雞 但它就比較小一點點 吃起來就像麥樂雞 裡面的肉就不太多 另外要蘸點茄汁會更好 地瓜丸就好很多 首先它表面還有點脆 而且皮比較燕嫩 另外裡面的芋頭就很多 就不會鬆泡泡的 所以這個地瓜丸就蠻好吃的 這個就是牛肉餅 我只拿了四份一件 裡面的確有很多牛肉的餡料 但這個餅好像沒有怎樣調味 所以味道會比較簡單 牛餅可能放了比較久一點 所以現在吃起來就不太脆 我猜剛剛出路的時候 牛餅就不錯 這個就是紅油娃娃菜 開頭我擔心紅油會比較辣 但這個紅油就一點不辣 而且它比較鹹 但加了娃娃菜 我覺得是挺好吃的 我就拿了一杯橙汁 試完這杯橙汁之後 三種果汁都試完了 橙汁味道我覺得都OK 但好像有點像是即蔥的橙汁 接著就開始試一些熱盤 看到的菜菜都是比較簡單的 這個就是番茄炒蛋 番茄炒蛋的味道都可以的 少少酸酸甜甜的味道 但這些蛋就比較碎 接著這個是三杯雞中液 說就說是雞中液 但其實有整隻雞翼 這個雞中液我覺得挺好吃的 首先它的雞肉比較離骨 但是雞肉依然有點咬口 另外這個醬汁雖然不是很濃味 但味道也挺好的 所以這隻雞翼看起來又普通一點 吃起來的味道又是驚喜 接著這個是附竹燒鰻魚 這個醬汁就有少少辣 味道也挺好的 但是附竹的質地就普通一點 鰻魚肉好像炸過一下 再加上這個醬汁 吃起來是挺好吃的 但是魚肉就比較碎 還有魚肉就比較多碎骨 吃的時候就要慢慢吃 這個是煙肉燜冬瓜 冬瓜的質地就煮得挺好的 口感不錯 另外這個醬汁就有少少煙燻味道 所以冬瓜看起來就普通一點 但是吃起來味道不錯 煙肉本身就沒有大問題 但是就比不上冬瓜吸收了醬汁之後 這麼好吃 因為淮山就很有益 所以我就拿了一節來試一試 淮山就是白燒的 所以味道比較淡一點 接著再來一碟葉盤 試完一碟葉盤就試到七七八八了 這個是蔥油茄子 我自己就很有興趣試 茄子的質地就正常 但是醬汁就不錯 辣辣的挺好吃的 不過我就加得比較少一點 如果再加多一點的話會更加好吃 接著就是炒雜菜 見到色調就不錯 紅紅露露 柯筍就爽口 而且多汁 不過調味就差一點 木耳其實就更好吃一點 紅椒我以為主要用來配色 但是紅椒就挺爽口挺好吃的 這個是青瓜洋蔥炒肉片 所以這個青瓜就爽口 之後肉片的味道也挺好的 但是這個豬肉片就有點韌 一款就是香辣牛肉 所以看牛肉就好像有點乾 但是吃下去不會太硬 口感還要不錯 而且夠鹹味 所以味道真的挺好 因為牛肉有點辣 所以就拌了一碗湯來試一試 這個是粟米湯來的 味道比較好一點 水果就只拿了西瓜來試 其他就興趣不帶 西瓜就多汁 但是不是很甜 吃完前餐又是時候做個總結 先說價錢 價錢就58元 這個價錢來說 我就覺得都很不錯 因為現在在深圳商場吃個晚餐 其實隨時都要30-40元 而衛景軒只是58元 就可以任喝任吃兩個小時 不過它食物就會簡單點 但是如果當是餐廳叫做幾個小菜 然後又包上飲品 又包上水果 性價比的確是挺高 至於食物質素 雖然賣相比較平平 但是質素是不錯的 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就很好 不過它們有很多事情要做 很多時候它們都會走來走去 所以換點就會比較慢 至於地點就非常方便 可以說得上是地道的常蓋 環境很舒服 而且很安靜 不過餐廳裝修得不太華麗 所以我覺得維景軒 絕對是十而不華 58元這個價錢真的不頂 我對今餐非常滿意 不知大家怎樣看呢 今集就介紹到這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